那大概最多我们看到外界质疑的就是说 为什么高端疫苗还没有通过食药署的EUA 我们在5月底就已经完成这个议价跟签约 那这边疾管署还是要再次的说明 我们还原到当时那个2021年的这个疫情时空背景 当时是一个各国都在争取这个超买或者是抢购这个研发中的 可能有期望可以通过和合的这个新冠疫苗的一个时代 所以当时的新冠疫苗呢 不管哪个厂牌都是在临床试验的阶段呢 各国政府就要先以预采购合约的模式来进行签约 这样子才能够让厂商在这个疫情需求紧急的状况之下 能够预先控留属于那个国家所需的疫苗数量 那等到厂商顺利的完成这个研发跟专案和可制造许可之后呢 就可以尽数把这个已经提供的这个疫苗来让民众来接种 所以这个做法是跟国际上是相同的 所以我们这边有一个表给大家看 就是我们搜寻到的这个 除了台湾 我们事实上除了高端以外呢 我们陆陆续续有接种过的 包括AZ BNT 莫德纳 还有Novavax 这四个厂牌的疫苗 加上Covac所提供我们的AZ跟Novavax 都是在这个EUA核准之前 我们就已经先做了这个预采购合约的签署 这边都有详细的日期 大家可以再来对照来比较 那除了我们台湾之外呢 事实上还有包括美国、英国、加拿大、日本、韩国、澳洲 这六个国家以及欧盟 总共就是七个国家或地区 总共有27个这个疫苗的合约 包括AZ、BNT、莫德纳、Novavax 也都是在EUA核准之前 就已经签署了这个采购合约 所以这样的一个预采购模式 在当时的时空背景底下 事实上是各国接染 这边先跟大家做一个说明 那因为就是预采购的关系 所以会面临到就是说 那万一最后这个厂商的疫苗没有研发成功 没有通过这个全管单位的合可的时候呢 就会面临到有一个解约的一个事情 所以我们的合约事实上精神也是一样 我们在5月28号所签的这个对象呢 是包括高端以及联雅 两家有进入第二期临床试验的国内厂商 那其中像是联雅 后来因为没有顺利的取得EUA 所以我们就依照跟它的采购合约进行解约 那这个部分也就它要负担它自己的一些 所产生的损失 所以在这一个条件下 事实上是高端跟联雅都同样 进行了这样的一个签约议价的过程 进行预采购 但是最后呢 是因为联雅没有取得EUA 所以依照合约呢 就终止了 那这个条件事实上都是为了确保国人最大的利益 所以我们在这个谈判的过程当中去谈出来的 那各企的付款也都会在这样的一个预采购精神之下 要提供相关的生产证明文件 还有原物料的一些工作文件呢 才能够完成这个相关的付款条件 所以这个是因为预采购的关系 这边特别跟大家说明 所以EUA通过之前就已经完成议价跟签约 是在当时的一个时空背景底下 国内跟国外都在做的一件事 并不是台湾独有 也不是独厚高端 第二个我们看到很多人在质疑的就是说 高端通过EUA应该是讲说 高端进行这个专家会议审查 EUA是在7月18号 然后在7月19号的我们指挥中心的记者会 就指挥官跟大家说明 也有请食药署来这边 就细节来做说明 那我们是不是这个 因为大家昨天看到合约 说有一个7月31号要求要通过EUA 所以这两个日期很靠近 是不是有什么猫腻 那我们这边正重要澄清 事实上高端在6月15号就已经提出EUA申请 那事实上也历经了一个多月 食药署的内部审查 主要是委托给这个医药品查验中心 CDE来执行 当中有包括一些资料补件 还有提供更详细数据 以及要敲定专家会议的时间等等 所以最后是在7月18号 召开了专家会议来审查 并没有说他到这个压线再来提案 然后加速让他审查通过这样的一个情形 这个相关的审核过程 都有在指挥中心的记者会上说明过 而且也都是按照法定的程序在办理 那机关署事实上也不是在他一通过EUA 就立刻开ACIP会议来讨论 我们也是在这个EUA的这个会议开完之后 一周后才召开ACIP的会议 让专家有充分的时间可以了解跟来讨论 那上述过程我们都有在指挥中心的记者会宣布过 那这个两个日期事实上毫无关联 所以请外界不用因为他们的日期很靠近 去影射有这样的一些可能猫腻 或者是说完美巧合等等这些情形 第三个跟日期有关的一个外界的质疑就是说 这个所谓的EUA通过隔天 事实上应该更严格讲就是说是专家会议开会 7月18号决议可以通过EUA的隔天 7月19号我们就签保密合约 这两个日期太靠近是不是也有什么猫腻 那我们这边要说明就是说 为什么要再多签这个保密合约呢 主要是因为在第一份我们所签署的这个采购契约当中 没有纳入这个商业保密的条款 所以高端公司在6月8号的时候 用email来提出 那他希望就是说能够考量 他在采购预约跟旅约的过程中 会提供很多原物料的资讯 未免就是这些重要的原物料价格 涉及到这个国外供应商机密的资讯会外流 那所以呢他希望说我们可以 来增补这个保密条款 那这边在口头补充就是说呢 他事实上是在7月6号也有正式来函 所以不是只有一封email而已 那我们就是在后续收集到他的这个 所提的一些保密合约之后呢 经过签办的过程呢 在7月19号完成这个保密合约书的增补 那这一个日期事实上跟这个7月18 或者7月19这个EUA审查通过 或EUA结果宣布都没有任何关联 我们可以举当时同一个时空背景的联雅疫苗 也来跟大家做说明 联雅的EUA事实上是在8月中下旬 才完成审查 那但是他也是在7月22号就以同样的一个精神 跟我们签订了保密合约 所以呢EUA是不是有通过 EUA是不是有完成审查 跟要不要签保密合约 这都是独立的事情 并没有说一个日期上有互相牵制 或者是有互相绑住的这样一个状况 那国际上可以看到就是像韩国 他也是有在这个2022年的1月12号 EUA通过的当天就已经签署了 Novavis的合约跟保密条款 所以不是只有我们台湾有这样的一个情形 好 那第四题以下就是有一些是我们昨天有说明过 或者是说是比较更技术面细节的一些事情 就比较快速一点的带过 大家都还是可以参考我们所提供的这个文件 那这边有提到就是说这个我们在采购契约里头呢 大家会看到有一个表格 是提到就是说疫苗的效期可以依规定来展延 那有人就质疑说连EUA都没有通过 为什么就会在契约里面订定疫苗可以展延效期 那这个疫苗可以展延效期的规定呢 是我们预估的 就是说当时的厂商呢 根据持药署如果执行安定性试验呢 通常都会先合给一个六个月的效期 而后来事实也证明就是说 每一个我们的新冠疫苗在通过食药署的合可之后呢 都会先给一个六个月的效期 但是呢之后都可以展延 但是展延呢都必须要按照食药署的规定呢 较交相关的一些佐证资料 还有进行这些试验的结果呢 才可以来做展延 所以可以从六个月展延到九个月 甚至可以从九个月再展延到更久 但是要有足够的科学证据才能够进行展延 所以这个东西都是有所本的 并不是说我们这个 故意在那个里头去通融 那我们事实上也有看到 就是说除了这个高端疫苗 有被展延过效期之外呢 我们所使用的过的AZ BNT莫德纳 事实上他们都有 依照这个食药署的规定 来办理过这个展延效期 所以这些东西其实都是有经过食药署的同意 而且都有佐证的资料 才可以来进行展延 绝对不是说是这个任意为之 好那现在进入第五题 第五题是昨天我们署长 事实上在记者会有说明过 就是说先前有传出一个说 每一季的高端疫苗是不是700元 然后我们是不是一加一的比700元贵 表示说有这个图利厂商等等这些事情 那机关署事实上昨天 机关署的专人乡署长有说明过 原先估计的700元呢 是在这个2020年的11月左右 有在对外公布的时候说明过 但是那时候的700元 是不包含冷链运送 以及其他的作业费用 那其实当时很多的资讯 估价都不是很容易可以确认 所以只能用预估的方式来做编列 不过在整个溢价过程当中呢 我们事实上也很努力地 从最初卖方的 就是高端公司的报价950元 一直杀架 杀到了最后呢 单剂型是881 多剂型是810 而且有增加了这个 对我们有利的条件 就是把这个疫苗配送点 能够从原来 两位数增加到200点 而且厂商要负担这个 疫苗验收到出货前的 全部保护责任 保管责任 以及销毁的一些支出 所以这一些金额 事实上都是 可以欢迎大家来提供意见 跟查的 所以我们其实早在两年前 就已经公布了高端的疫苗价格 那现在其实 带来追究当时的事情的话 我想我们都是可以摊在阳光下 让大家来检验的 好那再来是第六题 就是很多人质疑说 我们买这个800多块的高端疫苗一剂 会不会是高于其他新冠疫苗的价格 那简单讲就是说 这个高端疫苗的价格 事实上是低于莫德纳跟BNT 我们虽然不能公布 一月不能公布 这个莫德纳跟BNT 实际确认的单价 但是可以讲就是说 这个高端疫苗的价格 是低于莫德纳跟BNT 但是我想就是说 比来比去事实上 是跟这个 两种疫苗的平台不同 因为高端是属于 蛋白质次单位的 次单元的疫苗 那另外就是开发的基础 以及国内的产能 跟国外的大量生产的一个状况 都不太一样 所以我们还是认为 就是说 可以的话 尽量不要去互相比较 这一些可能 职控状况跟生产平台 都不同的新冠疫苗 不过实际上的情况 是高端疫苗 并没有比莫德纳跟BNT贵 也没有 事实上是比较低的 好那第七题是 我们有看到有这个 议员的脸书 有提到就是说 他有详细阅读 我们的采购合约的第八条 那这个指的是 五月签署的第一份的 这个 是采购合约的部分 第八条有一个 所谓的保密条款 注明说 厂商未经机关书面同意 不得将契约内容泄漏 那这位人士 他是指说 因为这边只有限制 应该说只有归咎于厂商的责任 并没有讲我们机关 不能够主动泄漏 所以他一直打脸 我们魏福部曾经讲过说 公开这个合约 需要高端同意的这样一个说法 那我们再说明 就是说 事实上在五月的合约之后 七月份又再签了一个保密合约 那在这个保密合约当中 就已经有 从第一条到第五条都有明定 双方都有保密的责任 特别在第五条有明定 如果任一方违反这个约定 导致这个机密资讯被卸了的话 会有这个法律 跟赔偿的这个责任 这是有一个法则的 那所以我们呢 才会根据第四条 假如说需要提前解密的话呢 需要双方同意 才会说 巴韩请高端公司 能够同意来提前公布合约 那这个都是按照国际的商业惯例 并没有特别 好 那最后一题是说 因为有人提到 高端有曾经多次的这个延迟交货 实际上总共是有12次 所以我们是不是 因为他有这样的一些记录 还是刻意包庇 没有去追究他 那我们这边还是要重申 我们都有在追究 那这个相关的预期违约金 是每一日就会按照这个未履业部分的总价 千分之二在计算 那总之呢 到这个3月24号 是我们最后一批验收高端疫苗 是在前年的时候 211年 总共呢 他就是有违反这个合约 预期交货 总共是有12次 所以我们总共呢 就是罚了他1.97亿元 那因为这个1.97亿元 都可以从我们要付给他的款里面 先去预扣 所以我们都已经在 当时的3月之前的案次都已经合扣完成 所以这些罚款都有收回来 绝对没有刻意包庇 不罚的一个状况